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汶田实验舱和孟田实验舱三个23吨级的飞行器组成 均由长征5号B运载火箭在文昌发射场发射 天宫空间站载轨运行寿命不小于10年 在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的支持下 支持航天员长期不间断的载轨驻流 并可通过维修维护延长使用寿命 这里的1加1等于1是在表达 在系统工程层面 天宫空间站是以核心舱为中心 对空间站三舱 载人飞船 货运飞船 进行统一控制和管理 从而实现所有航天器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概念